案件要从一通让人毛骨悚然的紧急救援电话说起 那电话就像一颗炸弹 瞬间把看似平静的生活炸得稀巴烂 一位惊慌失措的妻子打来电话 说自己年纪27岁的丈夫格雷格里德·威勒斯 躺在床上跟着木头人似的没来气息 这对夫妻的婚姻表面上那叫一个完美的让人羡慕嫉妒恨 家里干净的跟样板监视的 尸体也没啥暴力迹象 可这事儿怎么看都觉得邪门 就好像平静的湖水下面藏着一只吃人的冠兽 侦探们一介入 一个充满秘密的迷宫就产现在眼前了 在现在聊聊就的格雷格里 他呀 1973年11月12日出生在伊利诺伊州 是玛丽和伊夫特雷莫莱德·威勒斯的长子 这两口子可是法国公民 却在美国安了家 伊夫呢 那可是个大名鼎鼎的整形外科医生 他们还有俩儿子 波特兰和杰洛姆 这三兄弟一起长大 关系铁的就像强力交黏在一起似的 上大学离开家的时候 他们三和一个朋友在加利福尼亚合租的一套公寓 1995年的某一天 格雷格里的命运 跟一个叫克里斯蒂玛格丽特·罗萨姆的漂亮女孩 纠缠在了一起 这女孩的过去 那简直就是一部充满坎坷的灾难片 1976年10月25日 他出生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 家里是学术是假 他是三个孩子中的老大 他爹拉尔夫罗萨姆 那可是个牛的不行的教授 厉害到啥程度呢 他曾经连美国总统罗纳德里跟登古文 就因为他在政治哲学和美国宪政方面的渊博知识 塔玛康斯坦斯在太平洋大学工作 因为他爹工作的原因 他们一家经常担家 加利福尼亚、弗吉尼亚都呆过 1991年 在弗吉尼亚 他爹被任命为汉普登悉尼大学的校长后 这女孩的身心健康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1992年 他进了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学 在那儿 他啥坏事都敢干 从吸烟开始 接着喝酒 后来还吸上了冰毒 喝酒对他影响不大 可这冰毒 那可真是要命的 1992年 他才17岁 就踏上了跟毒瘾的漫长斗争之路 加利也被他搞得鸡飞狗跳 据说这女孩为了买毒品 连父母的钱和财物都敢偷 简直就是个无法无天的小恶魔 不过呢 特里斯汀也不想就这么一直堕落下去 1994年 他回到加利福尼亚 在大学兼职学习 一开始好像走上正轨了 可没多久又复发了 学业也再次被他扔到一边 就在这关键时刻 秘密让格雷格里闯进了他的生活 格雷格里这人 那叫一个善良的跟天使似的 从一开始就决定帮他 有人说 他把这女孩带到自己和兄弟们 还有朋友合租的公寓 其他人都警告他 这女孩有毒瘾 不适合他 可格雷格里坚信人会有第二次机会 在他的支持下 克里斯汀康复了 两人的关系也迅速升温 克里斯汀决定重新开始大学学业 进了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1998年 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 第二年 格雷格里和克里斯汀结婚了 开启了充满希望的新篇章 这就像是一场美丽的童话开场 谁没想到 后面会变成一场恐怖的噩梦呢 这对新婚小夫妻一开始那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克里斯汀毕业后 在圣地亚哥县找了份法医独立学家的工作 有人说这是靠他父母的关系 至于格雷格里的工作 说法不易 有的说他在生物技术行业混得风声水起 成了高级管理员远 有的说他在一家跟法律服务有关的公司上班 但不管咋说 大家都觉得他们的立强 有奉献精神 看着他们的生活 那感觉就像一艘平稳航行的大船 幸福又稳定 结婚第一年 他们就像飘在云端 第二年虽然少了点兴奋 但也还不错 格雷格里整天乐呵呵的 满脑子都是计划 一会儿想去拉斯维加斯度周末 一会儿又想跟朋友们去钓鱼 他还有个梦想 就是组建一个家庭 可克里斯汀呢 压根没当妈的打算 他还在思考人生方向 这女人 心可真大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得搞出点幺蛾子 2000年11月 格雷格里的亲朋好友们都开始倒计时了 因为这个月12号 这年轻人就满27岁了 大家都想给他来个难忘的生日庆祝 谁能想到 事儿就坏在这儿了 2000年11月6日晚上 9点15分刚过 911接到了一个电话 就是从这对夫妻的住所打来的 克里斯汀回到家 傻眼了 格雷格里昏迷不醒 电话那头的接线员 让他把丈夫的身体放地上 开始心肺复苏 等着医护人员来 可等急救人员到了他们公寓 发现这男人躺在床上 周围都是红玫瑰花瓣 昏迷得死死的 赶紧送附近医院 结果到了医院就宣布死亡 克里斯汀娜叫一个慌乱 跟护士说 她丈夫可能是杨可彤过量 那可是强力阿贫类质通药 没多久 当局就找着女的烫话 她详细回忆了当天的事 早上7点 她给格雷格里单位打电话 说她病了不能上班 她说当时丈夫昏睡不醒 自己虽然担心 但还是决定去上班 让丈夫在家休息 那天早上 同事看她在实验室哭 都觉得奇怪 周五她回家又走了 40分钟后 带着勾带和给格雷格里的午餐回来 中午的时候 克里斯汀问丈夫为啥这么困 她说自己吃了她的杨可通和绿霄西南 这是她以前为了戒毒吃了药 可媒体说法不一样 有的说这女的告诉当局 格雷格里吃了强效感冒药 能解释早上奇怪的行为 跟丈夫聊完 她下午2点30分左右 又回单位了 下午她又回了两次公寓 晚上8点回家 她说以为丈夫在睡觉 清了清她额头 然后去洗了个长时间的澡 洗完出来 才发现丈夫身体很冷 没呼吸了 这时候 她才打了911 一开始 克里斯汀就跟当局保证 丈夫是自杀的 就像在医院说的 可能药物过量了 可格雷格里的家人 特别是她弟弟杰罗姆 根本不信 杰罗姆觉得 格雷格里没自杀倾向 肯定有别的事 但是怀疑 她当晚就去公寓找线索 到了那儿 发现一切都整整机器 玫瑰花瓣还在地上和床上 乍一看 啥一场都没有 好像就是自杀 圣地亚格警方 没发现明显犯罪迹象 也不想正式调查 可杰罗姆要走的时候 克里斯汀跟一个男人进来了 男人自称是迈克尔罗伯逊 是法医办公室的同事 这男人这时候出现 杰罗姆觉得奇怪 怀疑更深了 克里斯汀又接受采访 当局问格雷格里 有没有自杀的理由 他说他们婚姻有问题 丈夫发现他有婚外情 可没说那男人是谁 他说这事儿让格雷格里 深受大击 可能就走了极端 这证词给案子带来新角度 可当局觉得他这解释 就是为了找个理由 不是真的 所以 虽然一开始怀疑 值不值得深入调查 但还是决定给这案子 建个档案 一开始的法医分析 好像支持这女的证词 因为在格雷格里血液里 发现高浓度的杨可彤和绿霄稀弹 可这案子因为杰罗姆的直觉 来了个大转折 杰罗姆偷偷录下 跟克里斯汀的谈话 交给警方 成了重要证据 谈话里 克里斯汀承认 跟迈克尔有秘密关系 迈克尔还是他上司 这发现可不得了 不仅揭露了他的不忠 还有更严重的后果 因为格雷格里的尸检 是迈克尔做的 这下 法医办公室决定找个外部专家 调查人员 也觉得有必要重新尸检 从这时候起 调查开始朝着不明确的方向发展 感觉像是有人设了个局 来迷惑警方 随着调查人员 跟这对夫妻周围的人谈话 吓人的证词开始冒出来 一些同事回忆 看到克里斯汀和迈克尔 在格雷格里的尸体旁边的 担架上接吻 这更增加了对他们的怀疑 这克里斯汀和迈克尔 简直就是一对不知廉耻的狗男女 在尸体旁边还能做出这种事吗 格雷格里的亲友们 焦急地等着新实践结果 新报告一出来 那可真是吓人 确定他在救护车来之前 至少一个小时就死了 还发现有支气管肺炎的迹象 这一般是昏迷或深度镇静的人才会有 所以他可能在死前的6到12个小时 就没意识了 最严重的是 除了杨可彤和力消吸氮 他身体里还有高剂量的芬泰尼 那可是强力阿片的药物 止痛效果剩麻菲的100倍 这样犯罪的怀疑更缺顶了 因为这玩意可不是随便能弄到的 而克里斯汀作为毒理学家 对这些化合物那可是蛮轻 而且克里斯汀在格雷哥里死后的行为 更让人怀疑 他急着火化尸体 调查人员觉得他就是想销毁证据 法庭下定对克里斯汀工作的实验室进行审计 发现少了15片芬泰尼贴片 和10毫克注射用的芬泰尼 还少了杨可彤 李消息蛋和冰毒 这些线索凑到一起 揭开了一个事实 而这个事实 如果不是杰罗姆坚持和新的法语证据 可能就被忽略了 当局搜查了克里斯汀的电脑 发现好多跟格雷哥里提类毒品的使用 和效果有关的搜索记录 调查人员还在邮件里发现 他和迈克尔参加医学会议的证据 这会议专门讨论芬泰尼的使用 2001年6月25日 格雷哥里去世7个毒瘀后 克里斯汀被捕 被控谋杀 他的父母急得不行 抵押房子 凑了100多万美元保释金 让他没有条件地等着审判 迈克尔呢 这时候还没被正式指控 回了澳大利亚 他被圣地亚哥法医办公室解雇 让人对他在格雷哥里死亡中的角色 更怀疑了 2002年10月 克里斯汀的审判开始 那可是备受媒体关注 检方提出有例证据 说着女的杀了丈夫 怕她揭露自己的哄外情和吸毒的事 克里斯汀还想重现电影里的场景 用红玫瑰花瓣装饰 只能解释为啥床上有花瓣 审判期间 被告被眼力盘问 他故事里的不一致和说谎历史都被揪出来了 特别是跟毒瘾有关的谎言 检发还强调 导致格雷哥里死亡的物质是完美毒药 很难检测 医学专家也反驳刺杀的说法 因为芬太尼含量那么高 他不可能有意识 更不可能不置现场 医护人员也说 没发现克里斯汀按指示做心非复苏 关键证是红玫瑰购买收据也曝光了 推翻了克里斯汀的说法 检发还出示证据 证明他在格雷哥里死前几个小时给其员打电话 经过一个多月的审判和八个小时的审议 2002年11月12日 裴承坦认定克里斯汀犯有一级谋杀罪 情节特别严重 因为用了毒药 宣布判决的时候 克里斯汀内流满面 法庭一片鸡鸡 一个月后 2002年12月12日 克里斯汀罗萨姆被判处无期徒刑 不得假释还被罚了1000美元 怕马上被送到加利福尼亚的女子监狱 但案件还没完呢 2006年 格雷哥里的家人 对克里斯汀和圣地亚哥县 提起过失杀人诉讼 陪审团让克里斯汀赔偿 还罚了圣地亚哥县150万美元 因为他们没监督好法医办公室的员工 一开始 浙江人要赔5000万美元 陪审团觉得 克里斯汀要是卖故事版权能赚6000万美元 所以得赔这么多 虽然韦勒斯家族不太可能拿到这么多钱 但律师说 主要是防止这女的从犯罪中获利 2010年 克里斯汀上诉 法庭说辩护律师没反驳检方 关于格雷哥里被分探尼毒死的说法是错的 法庭觉得辩护方应该自己做独立学测试 2011年9月 上诉法庭又撤回意见 说最高法院新先例让克里斯汀的请求无效 听证会也没举行 2013年 又有个新细节曝光 迈克尔在2006年 被秘密指控供谋妨碍司法公正 他在澳大利亚可能被引渡 或者自愿回来救的判三年监禁 克里斯汀还在争取法律利益 2015年 上诉法庭又审查这案子 结论跟第一次一样 说辩护团队没调查芬太尼政治是错的 法官觉得应该检查格雷哥里尸检样本 找芬太尼担心物 虽然这决定没推翻判决 但案子又被送回联邦法院评估错误对判决的影响 之后 法庭以2比1的微弱优势反对举行听证会 这案子还是没啥大变化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当初格雷哥里没有遇到这个女人 如果她听从别人的意见 她的人生又会是怎样呢 对于今天的案件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淑格雷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 记得照顾好刺激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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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